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Wendy 今天想移入利用雨下的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徒的信仰生活 尤其是在我加入了主日学 和证券书论会之后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代表 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家长 我希望的分享都可以鼓励到你 多些参加教区的活动 跟很多离散教徒一样 我以前都是参加离散完之后 就会匆匆忙忙地离开 但自从参加了我不同的学会之后 认识多了人 回去教堂的时候 都会有多了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不如现在就让我分享一下 我怎样是参加主义学团队的 在2022年的时候 其中一个导师就跟我说 有很多主义的导师都离开了香港 或者不可以再任教了 问我有没有兴趣帮忙 其实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都没有信心去做一个主义学团队 但后来想起我 有邀请过我做主义学团队 以及他叫我教你一晚 于是我就竟然考虑了 经完考虑之下 校长就安排了我去主义学的校务处 帮忙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为天主义一切都是有可能 因为他不会给我一个差势 是不远超过我的努力 因为我初头是帮忙做主义学导师 但后来因为校务处 他需要一个人帮忙 于是我就去了校务处帮忙 转眼间 今年已经有第二年在主义学帮忙 我除了认识了很多主义学导师之外 还有平时在操场集会之前 我们都会交谈 和大家互相分享 互相鼓励 有时大家遇到难题的时候 都会大家拿出来谈 习诗讲义 所以我觉得 比起以前自己额外 站在操场上 其实是更加有意义 和更加有位属朋友 而参加了这个主义学团队 也另外有机会参加上年的主义学导师 凌修 一开始听到这个主义学导师 我有点点兴趣 不过也觉得 其实我又不认识很多人 会拍摄很晚 和要做不同的分享 和8月去延田市 应该会很辛苦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儿子就说 你不试试去 如果去完之后 就会认识多些人 这次你只认识校长和训识神父 去完之后会认识多些人 我记得当天 一早就和神父一起坐车 去新贡码头 在车上 神父就 一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 Bendy 你觉得你的信仰旅程去到哪里 那一刻 我是完全脑海空白的 因为自从领洗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信仰旅程好像 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都不知道答她在哪里 她就说 如果一致受分 你觉得有多少分量 那我就跟她说 有一半 我希望有一半 那确实 神父问这个问题之后 其实 之后这个问题 经常都在我的老婆里面出现 究竟我的天主的关系是什么 以及究竟我的信仰是什么 那说回当天在盐田寺 那我们听到很多居民的分享 他们说了我们 看她如何克服困难 策集资金 和最后可以收复到盐田寺 那他们是一个好的见证 告诉我们 凡事要相信 和凡事要盼望 只要你相信天主 天主就会一路摆入见识的工作 另外我们在盐田寺 一班导师和神父一起吃饭 其中我们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中文官的社会很无奈 和很气敏 神父就和我们分享了一句说话 就是 分享了欧几乙先生的一句说话 要学习 犧牲享受 享受犧牲 我自己对于这些说话 都有很大的得着 因为我觉得 无论在你工作上 或者是教区的工作 或者是家庭生活 你要真的学懂如何去 犧牲享受 和享受犧牲 那你就可以 全心全意地去 为他人服务 为唐区服务 和为天主服务 那我其实都很庆幸地 有参加盐田寺的那个年生 因为除了像我儿子那样说 可以认识多些人之外 我觉得和不同的人交谈 都令到我活力量多 尤其是他们如何令我们相信 要更加信靠天主 和将所有的东西交谈到天主 那去盐田寺 除了和不同的人交谈之外 我还有另外一个得罪的 就是神父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读经组帮忙 那我听到的时候 都是呆了 因为我自己不可以 以外性 也都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听 所以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会去读经组的 那神父说 我觉得还可以 你愿意试一下 那得到他的鼓励 那我就说 都可以试一下 那回到家 那我就和我儿子和我先生说 和有一些前辈的商量 因为始终我觉得 如果真的做读经员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责任 而且要读得好 都是要付出很多时间 给我们的心思 那他们都 其实都很正面 全都很正面 他们说既然你不抗拒 不如你试一下 那前辈也提醒我们 就是记住 经常祈祷 又精神大力 那入了读经组之后 坦白说 其实对我的生活 是更改变的 因为现在有彩排 有自己会想试试多练习 那所以花的时间 也不少 在唐区培动 不过我相信 这些是我能力可以做到的 而我也都想回去 当日在原田子 那句话 就是 悲心享受 享受悲心 那所以呢 就慢慢 就将自己的时间条 就调置 都可以做得到我的工作 那我做了读经 那我做了读经 那我做了读经完之后呢 我都去多了细医房的 在细医房呢 很多很熟悉的练乡 因为呢 以前常常都在大岳底 在细医堂出练习 那现在他们见到我 都会鼓励我 和给正面的意见我 让我很好改善的 我记得神父提过 那我们在唐区 要有友谊才会有庭提的 那我同意这个说话 因为我身边 都觉得天主放了很多天使 在我身边 那他们一直支持我 鼓励我 在读经组里面呢 我就见到前辈 他们对正面的结外 和第二的竞争 那我觉得自己都会很大特徊 在他们身上 很多很多东西 而另外呢 新的组员呢 我们有很多新的组员 那我们呢 都会互相提点 互相鼓励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我们的友谊呢 就是慢慢地 不太厉害的 那我记得呢 加入了读经组之后呢 那我认识多了声言 还有呢 我们有机会参加大虎路的读经 那有几处呢 都是很触动的 尤其在我身边有人呢 有难关的时候呢 那我也是 那我也是 可以和他分享 那我觉得 其实 除了 验习性言之外 除了帮到我自己之外 也帮到我身边的人的 那我想和大家分享 两个苦处 那其中这一处是这样讲的 我的朋友 你所背负的神字架 是天父给你选择的 从他的手尊直立 请放心 天父绝不会让你的负担 超过你的努力 那我觉得这个讯会很有意思的 因为呢 我们常常都 顾着自己的担子 觉得自己的担负 比任何人都重 那其实呢 常常都忘记了 其实身边很多人呢 其实都是一样有苦重的担子 那他就提醒了我们呢 要多些顾及他人 尽量去照顾其他的人 而另一段呢 是第十一处 你能想像被担守 是怎样的滋味吗 这一处呢 提醒我们呢 天主呢 为了我们而牺牲 那我们呢 应该都承承他外人的精神 努力减轻 其他人的精神 和欲居上的痛苦 那总括而言 对我来说呢 参加了基金组 研习圣 学习圣 学习圣 令我更明白到 信仰给到三样的 第一 信仰给到我心灵的安慰 第二 信仰给了力量 我们去帮助其他人 第三 信仰给了我们的原则 去爱天主 爱自己 和爱人 那说到这里呢 那就分开了我另外一个身份 我就是一个主一学的 导师 和一个主一学的家长 我记得呢 周主教曾经说过 现在小朋友的信仰呢 是主一学的信仰 是父母的信仰 那希望呢 不久的将来 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 那这个说话呢 其实整个都是我陆海律宇的 投言的 究竟作为家长 怎样可以帮小朋友 建立自己的信仰呢 那我觉得 除了在家里培育他们之外呢 还可以 例如第一 多些带他们去参加圣堂的活动 之前的朝圣旅行 明安华律会 和刚刚举行的西街 但是不同人 我觉得 大家作为家长呢 都可以做个妄养 多些鼓励小朋友 去参加这些活动 因为 你永远在这些活动当中呢 你都会 有以上不度的收获的 例如 刚刚《世界严特日》 我那天去听到 周主的一个广告 他提到 我们作为父母呢 其实是 天主的牧羊人 那我们牧羊小朋友呢 他希望我们 做一个名字的牧羊人 多些鼓励小朋友 不要常常批评他们 那我觉得 这个对我们 作为父母 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另外 他也鼓励小朋友 要做一个 有希望的朝圣者 那我希望 在场那些小朋友 都明白正着 周书基的意思 因为 他说了个故事 就是说 大家不要只看到 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要看远一点 看广一点 其实身边 或者远处 都有一些 值得你很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 现在市场的小孩 都是需要 这个希望 和看望 有人问 究竟如何 可以兼顾家庭 事业 和唐区的生活 好像很忙 我觉得是的 其实自从做了兼顾家庭 之后 这些时间 是花一花堂的时间 是多做的 不过我觉得 其实只要好好安排 因为那些会出监表 好好安排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天主不会给一个任务 是你做到的 另外 我觉得 就是我们可以 时刻都提醒自己 凡是信靠天主 有些证带领 因为 好像刚刚的 我个儿子就跟我说 他见到 监表他们不够负制 他们想参加 那我就帮他报名 结果 那天我是病做的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答应了 一个人 又不可以缺席 但是 我凡事就 那我祈祷了 最后 发现了原来 那天起码有七个父子出席 所以 我个儿子就不需要出席 所以 不需要担心 总之 有疑能够大 的时候 继续祈祷 那这次的分享 都差不多了 不如我做一个小的总结 在我未加入任何团体 之前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参加的 但是 自从加入了 处一学导师团队 和成年宣读会 之后 我发觉我的改变 是很多的 我发觉 其实天主一组 已经慢慢地 为我们安排一切 那你以为 没有可能的事情 都会变成有可能的 所以 下次 如果有人邀请你 参加托区活动 事会 希望你和你小朋友 都可以 健身 积极地考虑一下 因为 参加这些活动 可以 帮助你 认识天主 和和其他教育 一起 建立不同的关系 一起 行 信仰之路 最后 我想和大家 分享一段 我最喜欢的福音 尤其是 在你遇到初至 或者困难的时候 都希望你记得 无论是家庭 事业 或者感情 或者是工作上 天主 都会要求我们 事事成功 只要求我们 事事忠诚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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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优独播